現場陳昭文博士的調查的結果 這樣的比對之下 我們請中油來對這件事情表示一下他們的看法 那後續相關的各個單位 我們也會請你們針對著這件事情 把你們的態度說出來 讓我們社會大眾可以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請中油的方證人 方副總經理來跟大家說明報告 這樣可以接得到嗎 可以嗎 潘老師 我們最近潘老師 還有阿倫老師 各位媒體朋友 大家好 對於這次的事件我想先說一下 我們首先公司非常感謝潘老師 以及高倫老師 長期觀察這個區域藻礁的生態 在過往的時間 也給我們公司做了很多的執政 跟告訴我們如何去保護這些知識 非常感謝 至於說剛剛潘老師所提到的幾點 第一個 這次的事件 就質疑說 中油公司欺騙的事情 或是要重啟一下 那麼因為這個事件在 潘老師這邊在 跟環團在做計程會 說明的時候 我們並沒有充分 充分了解 對於這塊區域 它所影響的範圍是多少 我們只是從這個事件的過程中 就我們所認識的情形去做個判斷 那麼這工作團 我們剛剛認為它是在做底的地方 做底的情況下 進入到這個激萬區 成為激萬區 在昨天呢 我們也在現場做現災 那麼確實了解到 這次事件對於藻礁的部分 是有產生一些 在表面上的一些刮處 我剛剛提到就是說 大概這個高度面 高度大概有三四十公分 這是第一 那我們也做了一些判斷 大概影響的區域 大概有六個區塊 那麼總體的面積大約是兩千五百 就辦公室大概0.25公頃 那麼這個事件的這樣情形 當然中國公司來講 我覺得是不看的 在後續的一個工程的施作中 會去很認真的警察 如何去防禁這樣的一個事情 再發生 那我想在這個欺騙的部分先說 那麼至於 財山多被控是不是有影響到 那我們也在破碼 有一些調查的紀錄 那麼我們也會去做後續的部隊 那我想待會我們忙活著 研究財山多被控 做一個補充 那麼至於說 為什麼一定要選在這個地方來進行 地上接受戰 那麼 那麼是不是有暗黑施令呢 這個部分 我想會應該做個回應一下 有沒有暗黑施令呢 我想 就好了解 我不知道有這件事情 我想 不應該會有暗黑施令的存在 那麼 至於說為什麼選在這個地方 那麼 因為我們在台湖中 南部的永安跟台中 接受戰略 都已經主在 現場的紀錄戰略 那麼 而在這個大潭電廠 它需要新增燃氣的發電基礎 來去 呃 來去達成 在二零二五年 天然氣發電的戰 到達百分之五十 因此呢 有需要就大潭新增的基礎 來去供應天然氣 結果我們公司 匹郭呢 是必須在北地 能夠 新建這個接受戰 就近的供應 才能夠達成 那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永安跟台中接受戰 它的能力引爆 非得在這個地方 建這個接受戰 才能夠達成這樣一個目標 否則 對於全台灣的電力供應 就會產生影響 那麼 這個新增的基礎 它必須在一百一十二年 就要能夠上限 那麼因此呢 即到台北港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 那我們的蘋果是認為 這個時間上 還不積極 是沒辦法達成 同時呢 呃 呃 台北市 這個台北市政府 也多兩次發文 給我們公司 很多 這個當天的軍民 所犯對 在台北港建 接受戰 因此 呃 觀塘這邊建 地上建的它是 搜尋 而且不得不得叫 那麼我想 我做以上的一個 班老師 剛剛所提到 其實一點點 都這樣 會先停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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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先停工 會不會先停工 再調查 呃 我想停工 對我們公司來講 對於這個三階的開發 我們在環境 這個階段 我們省省所承諾的是說 在基 正常區域 基礎區域 跟基山區域 我們承諾的開發 也不會有工程的提供 進入到這個區域 去做相關的活動 那麼這次這個事件 呃 工作船在這個地方 那應該是一個 偶發 跟特別的事件 那麼 呃 呃 我們也不希望這樣 有事情發生 不過 我們還是維持我們 這個情況 不會在這個地方 進行過去的開發 當然 所以呃 您提到這個 停工這個部分 我想是太沉重 目前還 呃 看不到我們有違反這樣 完全承諾這樣的情形 好 請 請 有關財產多非公司 這個 從方副總的回應裡面呢 我們的感覺就是 開發單位呢 覺得這個是 一小過份 一些些 沒有這個意思 剛剛我聽到的就是一些 有一些的傷害 我不知道大家 感覺是不是跟方副總一樣 那 方副總後面去提到 所謂開發三階的那些 我們聽了三年多了 我們聽了三年多了 反正就是不能改 很奇怪 不過我說實在 我一直都跟他表達 我對他實在是沒有 什麼 特別的 因為他們就是執行單位 上面命令下來 就只好做 那 真正的決策者 卻不願意面對這個問題 這個是我們比較耍腦筋的 好 他現在要請我們的 在你這邊副處長呢 來說明一下 財產多非公司的狀況 來請